OK 長毛突藥 窩居體樓團 抽到新居屋 當然開心 但這批居屋的間隔都有點棘手 要怎樣裝修才好呢 這個單位就有300呎 業主是兩個大人和一個小朋友一起居住 他們的要求是想給小朋友充足的活動空間 他們又想有很大的儲物空間 因為他們都有很多雜物 我們將聽一部份間隔了多功能的活動空間出來 可以做到一個儲物空間 吃飯的地方 一個睡房 和一個玩樂的地方 這間房間已經可以滿足業主的大部分要求 由於要顧及這間多功能房 用來做睡房的時候要保持私隱 和比起用玻璃更加易清潔 所以就用了磨砂玻璃拖門 升降地台使用上要小心一點 第一點就是不要放太重的東西在上面才升上去 第二就是降下來的時候要確保四邊沒有東西卡住 要不然一降下來很容易夾到一些壓物的時候 裡面的地台就很容易會損壞 至於睡房 主人床是塔塔米形式鋪在地台上面 小朋友就睡屋架床 屋架床下面是書桌位和衣櫃 另外跟多功能房一樣高度的地台都是儲物空間 客廳的設計走簡約路線 用暖色系木色面配木紋磚地板 客廳有個多功能組合櫃 在大門旁邊是鞋櫃 以及用來放鎖匙等等的雜物空間 靠牆那邊的空間可以做書櫃或者是飾物櫃 至於個櫃的中間位置 其實是上下兩層都有掛通的衣櫃 而木堂門和玻璃堂門的位置 原來是可以對調的 業主就用這隻叫做生態板 去做他們的衛生長身和家具的表面 去令甲床和清潔十分簡單 不會像傳統的油漆或者是木皮一樣 這樣搖掉色或者會變色 近年落成的居屋入大門建設這個設計 令很多住客都很困擾 所以設計師特別用了暗門 令到廁所門和其他長身一體化 那就沒有那麼顯眼了 至於廚房 除了改用玻璃堂門之外 特別用了淺灰色的桌面石 和木紋式的廚櫃門 用來配襯原裝的長身和地台磚 想裝修又想去旅行 但不夠那麼多現金 OK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貸款高達港幣820萬 運物業估值的85% 最快一至兩日便完成梯核 立即出發無難度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 OK 好燙